新闻多角度 解读另一面 我们先来说一个励志的故事 这名女孩叫做靳城娇 2016年考入山东女子学院广播电视学专业 因为从小就有军人情节 她在大二主动报名 应征入伍 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女兵 服役两年之后 靳城娇回归校园 并在去年选择考研 偶然的一次 她在目标学校的官微评论区留言 我能考上吗 令她惊喜的是 学校也贴心地回复了一个能字 随后 从初试到复试 靳城娇每天都会到官微打卡式的留言 念念不忘 必有回想 今日学校官微正式向靳城娇喊话 你被胡大你录取 九月胡大见 这样的双向奔赴真的是非常的暖心 学校官微的一个能字 蕴藏着巨大的能量 换一个角度说 你给别人的一个小小的肯定 没准就能成为奇迹的助力点 再来认识下面这位 北京朝阳33岁的棋手隋鹏伟 于2019年来到北京 成为了一名外卖棋手 他说 现有的知识和眼界还不够 缺了点底气 总觉得是个遗憾 去年10月获得全额奖学金 就读国家开放大学物流管理专业 第一学期成绩下来之后 平均92分 被棋手兄弟们称为学霸 但同时也出现了很多 对于儿立之年再学习的质疑声 他却一笑置之 都说学无耻尽 活到老学到老 越努力越幸运 只有心中有梦想 什么时候开始都不算晚 都说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但是免费的烧鹅还是可以有的 广西北海艺术设计学院 就免费请全校学生们吃烧鹅 每个宿舍都有一只 分三天发放 不少学生表示烧鹅很大 完全够整个宿舍吃 且校长答应他们之后 后续还会发烧鸡 这疫情期间 学校的做法真的非常的暖心